yo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最近在研究爱情 就有爱情的人体验爱情 没有爱情的人研究爱情 我研究爱情的主要手段是上B站 看情感博主的视频 手机都要刷穿了 我朋友说 我记得你原来贴的是磨砂磨呀 对 现在已经是镜面屏了 我看过太多情感博主的视频了 他们都会总结一些规律 比如一个男生喜欢你的时候 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 会经常出现在你出现的地方 第二 会对你微笑 第三 会主动和你打招呼 我明白了 公司的保安大叔喜欢我 他们还会讲 女生喜欢你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 会描回你的微信 第二 会看你的时候经常眨眼睛 第三 会撩头发 有没有可能就是刘海长长了呢 他们还总结了一个原则 就是接近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暴露你的需求感 这一点我就非常擅长 上次我喜欢的男生问我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我说关你屁事 姐妹拿捏了 情感博主还有的说 给暗恋对象发信息的时候 要在他最不可能回复的时候发 这样如果他没有回复呢 你就不会失望 但一旦他描回了 你就会特别开心 但我喜欢的人就很特别 就我什么时候给他发信息 他都会描回 他说对不起 对方还不是你的微信好友 我研究爱情的另一个手段 是上豆瓣劝分小组 学习一些先进经验 我现在就上网看别人一招被蛇咬 自己十年怕警生 就上网上多了 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世界上怎么没有好人了呀 但是身边的男生又都特别可爱 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现在网上还有一些特别甜的故事 就是女生的名字 被男朋友写进硕士毕业论文里 你知道还有谁的名字被写进去了吗 参考文献的作者 所以我决定好好的做学术 发表论文 我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 引用我的男硕士就越多 我可能占领不了他们的心 但我可以污染他们的论文 开玩笑啊 做学术还是要非常严肃的 还有一个微博热搜 就是结婚请不到伴娘怎么办 为什么结婚一定要请伴娘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显得新娘比较好看 就大家都只会找长得不如自己的人当伴娘 就我在伴娘界真的是炙手可热 就新娘站在我旁边又高又瘦 新郎站在我旁边格外忠诚 我觉得在感情里男生和女生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就是男生需要的 女生也需要 比如尊重和理解 女生不想要的 男生也不想要 比如付出 我觉得很多爱情的终点都不太好呢 是因为爱情本来就开始于误解 你以为它是妖枝纤细 曼妙婀娜 其实它就是离形身材骨盆前倾 我理解我们对爱情的幻想 其实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达到理想生活有很多途径 有的人结婚 有的人拼事业 有的人上天猫 天猫双十一 零点抢先购 理想生活上天猫 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盼望爱情的 还是渴望有个人和我共度余生 一起赏花 一起赏月 一起还房贷 这么想的话 共度三十年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让我们邀请下一位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很高兴今天来到和平精英的抢占先机脱口秀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呢 我也靠着文本好 侥幸苟到了决赛圈 获得了第二名 后来我还走了红毯 拍了照 没想到不仅苟进了决赛圈 还苟进了时尚圈 那个红毯照片 大家也都看了吧 很多人看完心底都有一个疑问 这鸟鸟的文本得有多好呀 和平精英对我来说不仅是游戏 更是我的社交工具 就像马上要过年了 一大家子人都要聚在一起 经常要分好几桌做 这个时候我就不仅会社交恐惧 还会产生选择恐惧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选择在哪桌社恐 现在好了 我就可以陪着上大学的表弟 一起组队打和平精英 我游戏打得不好 经常需要他保护我 才能吃到鸡 可以说 在现实中他是弟弟 但在游戏里我才是弟弟 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很不适应 每次都是在屋里搜着东西 一听到枪声 我就想在窗户旁露头看一看 一露头就让淘汰 可能这就是枪打出头鸟吧 因为我是社恐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 对我来说最难的 不是什么吃不了鸡 打不到人 而是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的队友跟我打招呼 你好吗 三号鸟鸟真的不猜 我很好 如果你不说这句话 我就更好了 我在游戏里很爱狗着 我玩这个游戏的战略就是 狗拳性命于乱尸 不求文达于诸侯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 我常常会自己一个人 躲在角落或者趴在地上 俗话说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但去年我硬生生 从初一躲到了十五 从春节躲到了元宵 避开了无数场战斗 我觉得在和平精英里 没有人比我更懂和平 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 因为只有在这个游戏里 我不用为自己的付出 不被看见而难过 因为我的所有付出 就是为了不被看见 我最爱的装备呢 是吉利服 每次我跟朋友玩 我穿上吉利服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我的朋友都会问 你怎么一动不动呢 砸在身上挂几根草 真把自己当植物人了 植物人爱当什么特种兵 我说你懂个啥 这个叫草木皆兵 这个游戏还有很多黑话 比如有个地方自闭城 刚开始单纯的我 以为那是专门为了 自闭玩家打造的地方 跳多了才知道 那里是专门打造 自闭玩家的地方 别说真有点用 因为老跳这 原来我只是轻微的自闭 现在已经夹杂着一些抑郁了 这不马上就快过年了吗 这个新年 大家要记得带上家人朋友 一起到和平精英吃鸡 新年开个好头 但千万不要学我 老跳自闭城 祝你今年只有三种状态 就是高兴高兴还是高兴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 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 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 如何将以上信息巧妙地 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体干抄下来 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 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 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 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 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 都会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 会想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 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 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嘚嘚嘚嘚嘚 谢谢大家 我是妙妙 大家好 我是妙妙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面对的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3800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甘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 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含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 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妞妞 大家好 我是妞妞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得到32套房 我也想和他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他为 妈宝男吧 都还挺啊 妈宝男这个群体 非常奇怪 就他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他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他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他妈妈天天对他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他爸肺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 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谢谢大家